中国愚言 我们这个中国愚言节目 是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愚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愚言 是出自怀南寺的蔡雍塞马 和出自韩妃子的不代冠满而去 蔡雍塞马 近赛上之人有善述者 马无故忘入户人皆调之 其富若此何具不为福福 居数月其马将胡进马而归 人皆何知 其富若此何具不能为窩父 家富良马其子好骑 堕而接被人皆调之 其富若此何具不为福福 居一年胡人大入赛 丁葬者引缘而战 近赛之人史者十九 此独以博之故父子相保 阿明呢 为何整天不见他呢 阿明出了去骑马嘛 又是你叫他练习好骑术的 嗯 当然啦 我们住在边赛的地方 一个年轻人最基本的技能 就是有一身好的骑术 啊 不知道阿明骑了哪匹马去呢 他骑了一匹灰流去呀 哦 好好 讲开又讲呀 我在边赛住了几十年 都养过不少马 不过我满意的 就是这匹灰流 他不单止跑得快 而且神尽非常 坐在他上面 个人都光彩点的 你说如果有人用十匹马 来跟我换灰流 我都不换的 阿爹 娘 啊 不得了啦 什么事呀 匹灰流走掉了 为什么会走掉啊 哎呀 今天骑匹灰流出去 回来的时候 正想拉他进马房啊 怎么知道突然间争脱疆城 好像那支箭那样跑了去了 跑去哪儿啊 不知道啊 我只见到他向北那方面走了啊 八爷公啊 你也要想办法 找回那匹灰流回来啊 是啊 爹 你想办法 找回灰流回来啊 哎呀 有什么办法 好想啊 不见了就算了啊 八爷公 你不是很喜欢这匹灰流的 找人去找他回来啊 有什么好找啊 焰之非福啊 不见了灰流 可能是我们的福分来的 什么啊 什么啊 不见了匹马还说是福分 阿明啊 你不是说要出去的啊 哎呀 阿爹啊 我选不了马骑啊 什么啊 整个马扣这么多马 都选不了一匹来骑 我骑过灰流之后 没一匹马陷我心意的 那啊 那黄契呢 黄契也挺好啊 黄契也不错 但怎么也不及灰流好啊 哎呀 灰流都不见了几个月啊 有什么办法啊 嗯 其实都不是完全没办法的 如果阿爹你当时派人去找 或者找得回呢 哎呀 哎呀 阿明 不见了就算了 验之非福啊 哎呀 不见了匹那么好的马 还经常说验之非福 真是不明白啊 哎呀 哎呀 阿明啊 你看啊 有两匹马跑来 是啊 一匹是灰色的 一匹是白色的 是啊 是啊 是灰流啊 你认得是灰流啊 哎呀 阿爹啊 灰流回来了 哎呀 娘啊 娘啊 娘你出来啊 娘 哎呀 什么事啊 哎呀 娘你看看 灰流自己走回来啊 還帶了一匹白馬回來 是呀? 是呀 看來這匹白馬 也是一匹很好的馬來 是呀 這匹白馬當然好 它是北方的一匹進馬 我看它被灰流都毫不信息 這次我們真是幸運 以為不見了一匹馬 誰知現在還多了一匹 難怪爹經常說燕之非福 你們用什麼高興 所謂燕之非和 多了一匹馬 可能會帶來災禍的 白爺公真是大吉利是 你專門這麼掃興 是和也好是福也好 總之我們多了一匹馬 這匹馬這麼神盡 我要好好騎它才行 阿明 這匹白馬還沒裝馬鞍 怎麼騎 娘 你也知道你兒子我騎術多好 需要馬鞍 我騎給你看看 阿明 阿明 你怎麼樣 阿明 你怎麼樣 阿明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的腳 我的腳 我的腳很痛 我的腳很痛 白爺公 以後也是你了 說完這些不吉利的說話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又說燕之非和 白爺婆 說就說得到嗎 不過你又不用這麼傷心 阿明跌倒了腳 又燕之不是一件好事呢 兒子跌倒了腳 還說是好事 你是不是發了神經 那是不是好事 將來才知道 現在快點找個大夫回來看兒子 先 真是激氣 腳很癒不悅 現在走路還要再做作 閉閉閉閉也比要去打仗 這次胡兵入侵 聽說很多年輕人在戰場上打死了 十個去九個沒得回 集歌為國 本來就是男子漢的份內侍 可惜我的腳跛了 阿明說話就這樣說 所謂兵空戰危 古來征戰幾人回 你知道嗎 隔離阿生已經戰死沙場了 今早惡號傳來 阿生的父母哭到死去活來 唉 我們阿明因為跌跛腳 不用征召任務 執回條命都算萬幸了 所以說 生死由命 禍福由天 又何必計較眼前的得失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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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翁失馬的說法,實際上幾乎凡是中文的人都懂得用的 已經是中國文化,中國語文的構成部分 我們今天的俗語,很多俗語跟這種人生境界的思想可以共通 俗語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就算 有它的道理,因為世事的變化實在太複雜 人以外很多客觀因素並非我們所能夠如知 更加不是我們所能夠安排 所以努力耕耘就不一定有良好的收穫 有些人就很容易得到好好的成果 有些人很努力奮鬥,結果又一樣是下場很不如意 問題是看我們怎樣自處 這個故事當然本來它的主意就是一種道家的思想 指出和和和福是相以相伏的 在很壞的表面現象之中,其實又可能有很好的潛伏因素 看你能否把握得到 表面是一片鷹歌燕舞,很順利,很康當大道 其實中間可能有些危機 這個也對,譬如說起危機有些人就這樣解釋 危機當然是好像一件壞事 但其實拆開來,雖然危,但它有機 有機會,問題是怎樣把它轉化,怎樣把握 所以,自古及今很多人在詩歌上或者口頭上勸勉 所謂世事長儀,放眼糧,或者船到橋頭自然跡 有時不用不悲觀,放長眼看 很多當時以為是很壞的東西 看起來又不是那麼壞 其實當時如果不是碰到這個挫折,不是受到這個打擊 我可能沒有後來那種立志,沒有那種奮法 當時以為是好的東西,後來發覺又不是我一定那麼理想 這些古老的智慧,在現實,以至到將來都會不斷重現 尤其是值得青少年的朋友記取 千萬不要一時的挫折,一時的打擊 就整個所謂都被打擊 當然我們剛才說過,人算不如天算 天好像高於人,人以外的命運主宰 因此就不如就算了,不用想那麼多了 千選萬選,千選萬選,可能都未必想得通 如果太過放任,信任這種說法 人就很容易逐一很便宜,完全很鬆弛,很不努力 又不是辦法,心意不安樂 所以自然歸結成為我們中國文化主流的一種儒家的人生態度 就所謂知命守儀 所謂知命守儀,知命是知道客觀的限制 知道我們努力不一定有那麼好的成果 但是不努力,我們就一定沒有什麼好成果 大多數情人來說 而且不努力,自己的心意都不安樂 與草木同乎,自己都不想 所以因此一方面我們耕耘 但是作最好的準備,但有時不妨作最壞的打算 有了這樣的打算,我們可能 第一,不一定的後果會那麼壞 我們還會有些心理的收益 第二,即使的後果真的不多 至少我們有了心理準備 至少我們知道會跌倒,但有了準備會站起來 知道要想定跌倒之後要找些什麼來查自己的傷口 那就好過貪性不知書 以為努力向前衝就一定到終點 誰不知走一百公尺到九百五公尺 之時整個趴在那裡 那就會不止全身受傷 而且會深傷而死 那就不值得了 所以這個蔡翁失馬的故事實際上 是有他的很好的道理 之所以能夠傳眾這麼久 都成為我們中國語文,中國文化 中國人的思想的一部分 是未為無因的了 不待灌滿而去 有與汗者倫欲賣窄而備知 人若是其貫將滿以子孤待知 答若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誰去知 娘子,你喜不喜歡這間屋? 喜歡,又闊落又光猛 我們初來報道就找到一間這麼好的屋 真是幸運了 聽說這間屋幾年都沒有人住過了 這間屋這麼好都沒有人住 真是浪費了 我也是這樣想 相公,我們初初來到這裡 你整頓好事務之後 要拜訪一下左輪有你 大家聯絡一下感情才行 嗯,我知道了 喜有此理 哎呀,你留在那裡 他一定是認我好慘了 我一定要給你給他看看 哎呀,好心你不要這麼牛精 動一下就跟人家喊殺 啊,你這個人 整天都手指咬出不咬入 幫人都不幫自己的老公 哼,這件事我無論如何都不肯罷休了 我免得跟你爭 我避開你,讓你自己一個人罵夠了 哼,我一定會放過他 我一定會放過他 怎麼旁邊的人這麼兇 相公,我們初來報到 不要管閒事了 唐先生 唐先生,去完街回來啦 是啊,陳伯 陳伯,怎麼這麼捨義啊 在樹底下休息糧 哦,我幾十年如一日 都是喜歡吃完飯之後 就來這棵老榕樹下面休息糧 哦,唐先生 有空的話就坐下聊天啊 好啊 是啊,唐先生 是啊,唐先生 不經不覺 你搬來這裡 也有個多月了 怎麼樣? 覺不覺得好住啊? 挺好 我初初搬來這裡 人生路不送 時時得陳伯你指點 有時事麻煩你 真是過意不去 是啊 哎呀,神不敢客氣啊 正所謂 遠親不如近輪 我們隔離鄰舍 應該要守望相助的 唉,如果每個人隔離鄰舍 都好像陳伯你這樣就好了 可惜 我明白了 你是說你隔離那個老虎吧 是啊 那個胡先生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大脾氣 每天都在這裡罵人 唉,這個正聲是惡人 你千萬不要惹他 陳伯,別這麼大聲 他正在走近 是呀 胡先生 啊,你在這裡嗎? 是,對了 喂,你這麼不對 養一隻狗就整天都吠 日頭吠下都由得來 但是半夜三更吠,生了 吵到死 胡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我隻狗可能因為生寶 所以可能吠多了一點 我管得牠生寶不生寶 總之吵到我就不行 是呀,胡先生 這隻狗要吠 其實也沒什麼辦法 有沒辦法也好 總之吵到我就不行了 別說我如是不通知你 如果你的臭狗再吵了 我不會客氣的 你想怎麼樣 打狗兼打人,記住 我幾十歲都沒見過這麼兇的人 那隻狗吠也要打人 唉,我的狗吵到人也是不對的 我最多不要那隻狗是吧 不過,陳伯,我想搬 甚麼?唐先生,你想搬? 是 唉,你必須怕那個惡人 怕得這麼搞慣 要搬屋來避開他? 唉,陳伯,大家隔離輪赦 朝見口晚見面 相處得和和默默就好 如今他惡成這樣 一天這樣講打講殺 見到面都沒意思了 不如搬開,免得嚇壞家人 唉,唐先生,俗語也有話了 上屋搬下屋,不見一羅谷嘛 你搬來這裡不過一個多月 現在又要搬 就算不怕浪費錢,也要麻煩了 唉,搬屋的確是麻煩 不過都是麻煩一時 好過天天跟著那個惡人 唉,這個惡人 都得罪不少人的了 惡人,自有惡人嘛 他都快就惡冠滿盈的了 你忍耐一下吧 唉,我就是擔心他找我來滿冠 我也是馬上要搬 這個不待冠滿而去的故事 真是極有智慧 和一個惡人做鄰居 自己住A座,B座那個人 原來是黑底的 原來是大惡人 有些人說 那個人,你看他惡得去什麼時候 你無謂買呀 遲些樓價更賬 遲些才賣 唉呀,他說別搞 這個是惡冠滿盈 但我怕他找我來做 他最後一個作惡的對象 避禍要早 這種真是不容易的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這個吹吉避兇 但問題呢,另一方面 總是會留戀 總是捱多陣得多陣 或者沒有這麼巧 我在罪問那個時候 才走都不遲 旁邊那個雖然惡人 但是他也不會黃皮樹 熟那個吃那個吧 誰知有時候可能就是 惹禍 這個答法真的很有智慧 我就是恐怕他用我來 滿罐 本來罐就是一串錢 十萬罐 腰前十萬罐 或者一條成串 串著錢 每做一件惡事 就好像那個成串 多了一個錢 多到那麼上下 那一串繩 錢就滿了 這個位置是滿罐 我怕他在他罪惡的紀錄裏 以我為最後一個 連害我 他才收拾 害我 他才得到報應 那我就真的很不值 所以古人說 知機其神 動足機先 明白這個事理 以及能夠 掌握那個時機 不要貪戀到最後一步 免致到前功盡器 免致到誓詞莫及 這些人真是有神奇的智慧 我們都可以想起 比如說漢初的大功臣 張良、韓信 都是輔助劉邦 賀楚而得天下 當然兩個都極聰明 極有智慧 極有他那個 是長處 但是 對劉邦的了解 對時機的掌握 韓信當然也是 不如張良 知道所謂搞吐屎 就走狗拋 知道有些人 是可以共患難 不可以共安樂 所以呢 但是你就這樣走 令對方更加懷疑 那個票糧的借口 也都非常之重要 張良就說 我的身體都不太好 我輔助大王你滅秦 自在為我們故國復仇 現在大功告成 天命有雞 我也很高興 我就想跟神仙學法 學長生之術 擺明好像沒什麼大志 我只是想想求肉身的長壽 而且對這個富濟功名 又不留戀 更加重要 就不會威脅到 你的政權 不會威脅到下一代 所以劉邦可以放心 讓他放他一馬 而且古人 就隱居了 我們現在很多 中國地方這麼大 一聲從赤松子游 不知道輸了去哪裡 又沒有戶口登記 又沒有人口調查 可以保其天年 韓信可能就是貪戀成功 貪性不知書 以為有一方面對自己過於自信 結果不幸被呂侯 斬至於美央谷 這些地方都跟不待灌滿而去 有共通之處 避禍要監禍 當然說得容易 但是怎樣去掌握時機 這些又需要一種經驗和智慧 中國語言 陳耀南主持 鍾偉明朗眾 招陸詞編劇 張婉蓉編導 黃發之監製 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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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